我們可以提供多些資料 接著就是葉劉淑儀議員 多謝主席 對於如何懲處專業失德的教師 或者違法的教師 本會已經講了很多 社會也有很多意見 我想講幾點就是 無論有幾位個別老師專業失德 或者違法 我們都不要一觸高打盡一船人 因為始終我們的觀衆系統 都是要靠這班老師 除非有很多家長 有足夠資源 送子女去直資學校 或者國際學校 或者甚至外國讀 所以都是要不要 將教師這個行業講得太負面 第二就是 雖然文件列出了個案分析 我認為是不足夠的 教育局應該深入一點研究一下 這是什麼年紀的老師 九七年前 我們小時候的老師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老師在學生面前說粗口 完全不可以接受 任何時代都不可以接受 他們是什麼社會的背景 是否讀過教育大學 讀什麼大學 因為現在我們老師的薪酬待遇 絕對不薄 即是老師 有學位的老師 局長你知 起身點是三萬元 現在大學生畢業 多難找到三萬元 起身 絕對待他們不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 帶學生 藏有攻擊性武器 帶他們去示威 違法示威 甚至是無能力 鄭議員說他們太忙了 可能政府你們給太多 一會兒有STEM 一會兒有國安教育 太多任務了 做不行 是否這樣 到底為什麼這班老師有這樣的 扭曲的價值 你們應該做深入的研究 可惜現在沒有了中策組 否則應該做一個有深度的研究 因為我們還需要教師 並且放了很多資源 在教育大學和中小學裡面 好 局長 主席 第一是資料上面的澄清 國際學校也好 或者直資學校也好 他的老師都要來我這裡註冊 我們的註冊是所有在香港 學校任教的老師 理論上都要來我這裡註冊 除了補習社有些不同的條件之外 第二件事 葉劉淑儀 我知道的 只不過他們的環境是不同的 我知道很多國際學校的老師 除了各有外國人 他們的環境還沒有那麼政治化 我們認同葉劉淑儀議員所說的 其實我們深信大部分的老師 絕大部分的老師都是專業 有心去教的 我們現在都盡量去抽出一些害群之馬 也都避免了將來老師有些不小心犯了錯 我們盡量多些資訊給我們的老師 至於老師的分析那裡 葉劉淑儀議員的確是指出了一個 我們可以再去深化去做的功夫 我們都開始有計劃去研究這件事 但是因為過去那段時間 我們處理這些個案 還有很多跟進的工作 我們還沒做到那裡 但是的確是指出了一個 我們需要花點時間去研究 譬如說到他的背景 或者他經過過什麼教育 在那些中學、小學 或者會不會有區分之分 或者諸如此類的事 我們都適宜去做多些研究 這個我們會去想 因為如果你說有這些 價值那麼扭曲的老師 他們自己都應該要接受一些 再培訓 就算你懲處了他們 或釘了牌 他不會再學校運作 其餘那些是怎樣的呢 譬如我們看到的新聞很害怕 名校的老師 參與去禁錮圖人 這都是令人震驚的 鄭松泰議員 謝謝 最近有兩則新聞 就是跟中學生有關的 一中就是 當然是剛剛沒有讀書 19歲 有個年輕人 就用電話的call call 握到成中的富豪2.8億 另一中就是剛剛大報發生的 就是一班中學生 聯群結科去打劫金譜 剛剛有其他議員就表達關注 也都問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那個解釋 就很簡單直接的 就是那些老師沒有空 老師要應付你 教育局 以及應付學校的高層 你全心全意去搞老師 所謂的專業操守 學生沒有人理 學生沒有人理 去打劫金譜 是不是可以這樣解釋呢 現在所有事情的責任 按我剛才那個邏輯 一定是局長 我得言不成理 當然了 純粹的就是一個隨意的association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議題都是 總之過去的十年 年輕人發生的一切 全部都是老師的錯 解釋完了 沒有人需要負責 我覺得去到今天來講 剛才還有其他議員在講 我覺得最離奇的就是 連在學校 老師教粗口 都依然視為專業操守很失德 2021年 然後Come on 還在學校 課室裡教人講噪口嗎 是不是 那些事情不要那麼老套 局長我問的問題很簡單 文件裡面有一樣東西寫得不清楚 所謂提高透明度 其實現在教局 是不是正式設立了一個 所謂教育人員的黑名單 教育人員的黑名單資料符 有沒有這樣的政策 國長 主席 雖然鄭議員不用我回答他 最初的意見 我只可以簡單說一句 我對他說的話 完全有保留 但是既然他不用回答 我也不用在這裡詳細說 我們會有一個教師註冊的名單 在教師註冊名單裡面 如果有教師被取消了註冊 我一定有一個紀錄在這裡 我不知道他這些叫不叫黑名單 但是我的確因為 我要防止這些教師將來可以去學校申請一個教職 我當然要記下哪個老師我曾經警告過他 譴責過他 學校問的時候我一定要回答 所以如果鄭議員要說這個是黑名單 就是他自己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作為一個註冊機構 必須要保留在每個教師裡面發生的事 我們有一個紀錄 主席 我這樣理解 那個人就等同一個所謂的黑教師資料庫 就是說最少在政府的學校 或者是所謂的官進學校 只要某些教師 他在你的紀錄上畫了一隻龜 那假如如果去轉校等等 以往其實你說校本 或者學校自己本身 他有抉擇或者決定的 現在不是了 教育局這個資料庫 可以看完你受低下 你可以管轄到的中學 甚至小學 那這個不是等同於黑教師資料庫 是 局長 我也都很難理解背後那個邏輯 但是作為一個僱主 一個負責人的僱主 都想清楚了解 他將會拼任的一個僱員的背景 那如果他曾經被我們取消 或者曾經譴責過、警告過 我相信未來的僱主都想知道 我們已經是完結了 你可以待會和楊局長在外面繼續討論 因為已經完結了 我給你三分鐘 好嗎 這個是特例來的 那局長麻煩你 是的 好 主席 我先生部 我是有一個Diploma of Education 這個是Postgraduate Degree 我教過兩年書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不要因為有少少的 那些先生是違規的 是政治化了教育這個專業 教育不是一個profession 教育是一個vocation來的 一個好的先生不是一份工來的 一個好的先生是拿去人生學的經驗 學的知識 是怎樣去灌輸給那些學生 大多數先生是不需要管的 因為他知道教的學生 是怎樣去教好的學生 不是只是貨本教他們 還是要教他們社會的價值 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裡 好像最近有一個官 批評這個審計處 說是行內人管行外人 行內人管行外人 在這裡 然後我很希望我們立法會 如果有情況是 那些先生是違規的 不要在這裡 一足打成船人在這裡 我們香港的未來 是靠一個好的教育 我在上面聽到很多的發言在這裡 局長 你有一個責任 是保護這個制度 你有一個責任 保護所有香港 教好書的人 我們香港教書 是一個叫做creativity 創作性 是一個conformity 在一個框架裡面 怎樣尋求 一個突破在這裡 不要因為政治化了 為了你自己的職位好 為了政府的聲明好 是損害了香港教育的制度 多謝主席 好 我們接著下一個議程 不過我想這裡 所有的我聽到的委員發言 都沒有一足高打一船人 全部都是講 那些出了問題的害群之馬 也都有表揚好的老師 大家都說是一個 說少數害群之馬 我想聽完今天的會 這個訊息也都很清楚 但是一個不好的老師 就影響幾百個學生 先生而且是一種很佳書 都在這個學生 有一個學生